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哈囉 大家好 歡迎來到Valve Channel 我是Kevin 今天要跟大家介紹的是 在我身旁的這兩把 Gradge Lute G Mirage 彼會 materia辨 Ajk Main Gradge Main Main Valjan Gradge Main 真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好那看完刚刚的示范影片 有没有爱上这两把琴呢 我自己从开箱到试谈后 是已经不想把琴还回去了 那之前做的grash root系列影片 应该已经是一年多前了吧 还记得当时拿到琴的时候呢 大大的吃了一斤 觉得怎么可以进化这么多 对grash root的印象完全改观 所以这次拿到琴在开箱的时候 心里还在想 哼同样的招式对圣斗四字不管用的啊 琴款跟上次应该不会差太多 不会再被吓到了 但我错了 这次的新款实在是太香啦 在开始介绍前 先让我提醒大家一下 grash root的琴 虽然定位是属于低价位或是入门款 很适合刚入门想要找把好谈 琴又帅的朋友 但如果你是已经谈了一阵子 想要入手第二把琴的中间玩家 那新款的grash root系列琴 绝对也会是你可以考虑的对象喔 因为以它做工及用料来说 在这个价位段真的算是顶天了啦 那在我身旁的这两把 是这次要介绍的主角 那一个是G Mirage WK-M Neon 以及G Mirage WK-HSH 这两把的外形跟配置 充满着浓厚的巴菱感 如果你身上有留着Guitar Hero协议的话呢 那这两把一定会让你充且硬到不起 那Older Body配上Maple的Neck 跟24格的纸板 那琴声的接合方式 虽然是这种Sit Neck 但后方接合处是做的像 Neck Through的这种形式 所以当我们要弹奏高把位时 不会有讨人业的阻碍感 进出非常的顺畅 那纸板的Inlay 不是那种丑丑的至终小圆点 而是这种偏一边的设计 不但好看 那辨识度也很高 Bridge 则是使用Wakinson的2.4小要做 不管是Shadow 或是摇坐本体五金的做工 都处理得很好 不会有那种刺手的粗糙感 Pica呢 则是所谓的Original 也就是他们自家的行器 并且可以做单双切换 所以在HighLogin的表现上 都有不错的表现喔 那虽然这次的是单纯的单色涂装 但真的还是帅到不行 例如像粉红色这一把 我想就不用多讲什么了吧 这个超细感的荧光色涂装 在舞台上面灯光打下去 不看你 看谁 这把虽然相对起来是比较收敛的紫色 但绝对不是那种很无趣的单色 而是带点金属质感的那一种 搭配雾面效果呢 吸睛度也是非常高的 那在影片一开始的示范里 我有分别把这两把琴的声音 Pen到左右边 接下来我会单独的Solo他们的声音 给大家做参考 rapidly放到 超细感的操作 我也要反响 回看 i know you 好,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 如果對今天的Gradge LootG Mirage系列有興趣的朋友 可以跟我們台灣的代理商海國樂器做詢問 看看有哪裡可以試彈以及購買 喜歡我們影片的話也請幫我們按讚訂閱加分享 這裡是Valve Channel 我是Kevin 我們下次見 掰掰